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1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叫做 Marcis MT5的迷你小脚架 打开里面有一张保固卡 还有一个装超多东西的配件包 配件包里面有三只六角扳手 一只小的两只大的 就是正常的六角扳手 这样非常贴身 附两只 你就可以一只放在家里 一只放在你的摄影包里面 这样你就不会忘记带六角扳手出门 配件包里面还有一条防摔绳 它就是可以绑在一个栏杆上 然后避免你的相机叠到山谷下 叠到桥下 或者是叠到屋顶下之类的 蛮有分量的小脚架 Marcis的脚架它还有附给你一条背带 所以你就可以轻松把它带出门 WOW 这个MT5是一个脚架套装 它包含了云台跟脚架本身 那我们先来讲个云台好了 这个云台的型号叫做CB30 那它好像也没有在其他的地方单独贩售 它只有跟套装一起 MT5这个云台没有因为它体积小 或者是它价格便宜就偷工减料 它真的品质超好 那我之前有买一个DB2球衔云台 那我也是被它的品质吓到 就这么便宜的价格 结果可以买到这么好的东西 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公司 别小看这个小的球衔云台 它其实功能还比这个大的DB2功能还要多 这个云台的锁其实力道还蛮强的 你把它锁紧 你的相机不会动到哪里去 这个云台下面有一个水平的Pen 就是如果你的脚架是水平的话 上面的云台也是会水平的 真的非常好用 那上面这里还有一个非水平的Pen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水平的话 你转到另外一个角度 这个就没有水平了 所有的操作都非常流畅 没有什么卡卡的问题 这个云台因为很小 所以它的水平仪坐在快拆板的底下 所以你如果要看到水平仪的话 你就要把快拆板往前移一点 你才看得到水平仪 这么小的云台 它的快拆板跟所有的Marsys快拆板是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放到大的云台上面 都没有问题 这云台简单来说就是使用起来非常流畅 品质非常好的球衔云台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的 脚架吧 别小看这个迷你脚架 它其实颇厉害的 超级稳 我也不知道它们怎么做的 就是 哇哦 这脚架最低大概只有离地板5公分而已 所以你就是主要是云台的高度 这个迷你脚架不只高度可以非常的低 要高的话它其实也颇高了 我现在加这个云台 胶平面差不多是在40公分左右 这样超级好用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跟我的超级大脚架无缝接轨 我们可以从超级接近地面的高度到200公分 这一支脚架加上云台差不多200公分 我们就可以打遍天下了 这支脚架因为很短而且只有两节 所以它几乎是没有Q度的 就是硬邦邦脚架 我觉得这个脚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卖点 就是它可以调整水平 因为它有两节 所以你每一节都可以无断地调整水平 这真的是超级棒 你拍照就没差 但是你拍影片的话 这个脚架就是神 脚架的关节锁非常的流畅 非常轻松就可以把它锁紧 这脚架的调整角度机关我非常喜欢 你只要把它拉出来 我们推到最上面它自己会弹了回来 我们不用多一个步骤再把它压回去 像我旧的摆诺脚架 它就是要你自己要把它压回去 它才会锁起来 不然它的脚架就是回来回去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要调整到我们要的角度 我们就直接拉下来 非常轻松 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超棒 因为这个脚架没有中柱 所以它中间设计了三个 八分之三的螺丝孔洞 所以你可以夹你想要的东西在上面 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防摔绳 这一个就是锁在脚架的下面 就像这样子 那你另外头你就可以挂在电线杆啊 树枝啊 或者是你拿在手上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小小脚架 大哥云台的分享影片 那当然喜欢这个影片 按个赞 订阅我的频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关的影片 那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 开箱疯狂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